宗教里面的教学 都说经典 是上天传下来的 跟释迦牟尼佛完全不一样 善释迦牟尼佛是自己开悟的 开悟之后 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智慧 那佛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得相 这是佛法跟宗教讲的完全不相同 宗教里头没这种说法 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 所以释迦牟尼佛 他承认所有众生 都有 跟祝佛如来同样的智慧 同样的能力 同样的向好 所以西方极乐世界 现在这一点都不稀奇 那为什么会有差别呢 释迦牟尼佛讲了一句话 说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认得 这一句话把我们的毛病说穿了 我们有妄想 妄想就是起心动念 有分别 有支柱 所以你自性里头 也就是你真心里面的智慧 得能向好 不能先前了 这些 这些烦恼 烦恼习气把他障碍住了 只要你能把烦恼 烦恼习气放下 你自性里面 本有的智慧 得能向好 通通先前 你跟佛没有两样啊 所以世尊教学 他肯定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这句话讲的一点都不错 真话 不但我们人 每个人本来是佛 连畜生 蚊虫蚂蚁 本来都是佛 连这个卧鬼道 地狱道 没有不是的 通通都是 只是他有支柱 他有分别 他有起心动念 所以他不能真的